大家好 在这里啊 祝大家节日快乐 我们会一如既往的 每天给大家更新一节技术课 以便大家在节日期间 对喜欢研究股票的朋友去学习 好 点关注 点赞留言 感谢大家 好 我们今天讲一下 这个攻击性通道的一个重要条件 学会 什么趋势为王 我们知道攻击连贯走势完美 什么叫攻击性通道 我们先讲一下的一个技术特征 我们知道一个股票在拉伸过程当中 可能会形成一个向上的一个上升趋势通道 那么当一个股票在这里出现的时候 在上升通道当中 高点和低点之间的一个周期性波动 几乎都是沿攻击通道向上的 这给我们研判 资金流入它的均衡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方便条件 那么在通道当中我们可以根据这个通道做高抛或者低吸 如果波动呢 如果波动小 你就一路持股待涨 一些短线的 好了 我们讲一下它这个技术要点 第一 通道上涨具有良好的技术形态 股价运行在标准的上升通道当中 代表资金的均衡 第二 一般我们要求均线系统 就是说成本成典型的多头 都说好票现不乱现乱没好票 就这个道理 第三 如果你是新手 我要告诉你 一旦向上攻击 第三一点 技术指标 如果你是新手啊 你都观察技术指标 是不是强势区 强势区啊 一般要求几个 有人说布林线中轨 好 布林中轨啊 你不用全部看所有的指标 MCD零轴上 开低指标上50 就是开低指标 开低上50为强势区 布林啊 对吧 布林线 中轨上 MCD零轴上 都这样子 反正你用 你用哪个 这就是参考吧 这没什么大的实战价值 老鼠一般都不看这个 那么第四 日K线的运行 保持一定的节奏规律 一般都是在波动当中 向上是多胜空 就是阳多阴少 阳长阴短 始终保持一个多方 占据优势的一个K线走势 那么在航情起爆的时候 就说在 趋势刚刚开始的时候 这里啊 可能是拉个两三天 调个一两天 就是在总体是重心上移的 你重心上移是资金净流入的一个 条件 重要条件 那么最后一点 就是在攻击通道当中 注意了 在攻击通道当中波动 要注意 首先第一 一般碰上轨 会放量 踩下轨 要缩量 有时候在这里啊 会跌破 也会快速收起 不影响 这个 这个向上波动的 整体趋势 那么只要你的股票 在轨道当中运行 你就注意 只要在这里缩量了 确实量 看缩平 对吧 就持股 不用担忧啊 可以适当的去 加仓 那么当它变轨向上 就要加速了 如果正常的波动 你就一路持股 待涨 好 我们讲一下案例 来 我们看一下案例啊 来 像这只股票 来 我们看一眼 来 先看一眼啊 那么这只股票 在这里的一波波动 对不对 来我们看一下这里的一波波动 我们先看一下 那么这里一波波动啊 首先涨势初期 在这位置 我们看一下 哎 看到吧 这是一个明显的 对吧 上升通道 对不对 很标准的一波攻击 从这里拿 是吧 从五块能拿到 七八块 涨百分之五六十 像这种 就持股待涨 知道吧 哎 你看回档的时候 回档的时候 这还都不踩下轨 是吧 回档都是缩量的 而碰上轨都有量 对不对 这是一点 那么再就是在 运行当中 看 那么当股价开始向上 走强 你的是吧 这是KD指标 五零上 这是五零上 我们看那么 MCD 是吧 你看 也是零轴上 在这个位置 在这里才上零轴 当然了 要注意这个 MCD一个走势 那么有人看 布林线 那么再一个就是 均线 这里一看 均线实际 刚刚开始走强 这是我说 不是特别强势 那么一旦跌破 攻击通道 注意 一旦跌破 我们认为 就走弱了 盘中一旦出现 跌破 我们要及时的离场 出局 这边就结束了 等收回来再做 好 我们再看 那么像这只股票 那么像这只股票 也是 这里啊 这个就强势了 零轴上 五零上 这符合了 为什么看指标啊 实际上五零 上强势区 一般的 我们都知道 你的股票 只要站上六十均线 就进入强势区 来 我们看一下 像这边的攻击 对不对 来我们看一眼 看一眼 是吧 这个是单边上涨的 对不对 你看 碰上轨 放量 对不对 踩下轨 缩量 所以说 我们认为 你看 破位 出 这边就结束了 这里就反出 也是抛的 说 我不小心跌破了 但是反出 上不来 你就出掉就行了 这边就再找下一只 说一下 他这个风险提示 没有任何一个通道 可以长期持续的向上 跌破上升通道 是必然的结果 特别一些短线的 那么说 这个要注意了 所以说 我们在这里 不要过度的迷信 说攻击通道 我就要拿一年 不是的 那么他的攻击通道 我们随时都会看到 大通道 小通道 对不对 就像你这样 就像这些 随时都会形成一些通道 看到吗 就在拉升当中 随时都会形成一些通道 看到吗 这个啊 注意了 通道随时会形成 所以说 这要求我们在实战当中 去把它灵活的去运用 那么通道的形成原理 我们可以通过通道 去看到什么市场 分歧和合力 也看到市场多空力度 对比的均衡持续小 就是多方占优 我每天就是比你 多那么一点点往上拉 对不对 那么一旦分歧增大 我们发现放量了 大阴了 这就是要求我们 去把这个趋势把握好 趋势为往 趋势永远是资金的 体现方式 好了 那么这节课 给大家就讲到这里 那么虽然说 现在那么通道啊 就是对一个 操作的一个 说白了 是一个什么帮助 好了 那么这节课 给大家讲到这里 这里啊 回答一个问题 有人留言说呀 老师 这个专栏课 怎么去订阅 打开风行古海 金日头条 点开专栏 你就可以去订阅了 在金日头条的 这里啊 里边总共有 这些课程 我们家的课程是系统的 有浅到深 对你帮助会特别大的 好 感谢大家的留言支持 好 谢谢大家 再次祝大家 节日快乐 和家幸福 谢谢